天气转暖 眼下正是各水产养殖户投放鱼苗的好世界 在福建福鼎市 鱼排养殖户们正在投放15亿多尾大黄鱼苗 为新一年的渔业丰收撒下优良的种子 在福鼎市沙城镇中心鱼港海上苗种中转站 一围围大黄鱼苗从育苗市顺着人工搭建的软管滑出运往鱼排 大家分工接力 一统统活蹦乱跳的大黄鱼苗被投放进网乡 像今年下牌差不多有5到7公分 然后它的调形 还有它的体质都非常的强壮 今年像我这边 总共投放在海区这边应该有在2800万左右 希望今年价格卖得高一点 当地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 一早就在海区鱼排上为养殖户答疑解惑 就鱼苗科学投喂 水质调控 鱼病防治及养殖技术等进行指导 今年的整个投苗会比去年提早了10天左右 我们这鱼苗下牌就定期要做好水温监测 胆流措施一定要做到位 然后后期我们这个苗换下去 就是要控制好这个苗的投案密度 据了解 福鼎市共有大黄鱼育苗厂27家 除了满足福鼎海域养殖户鱼苗量需求 还为福建峡浦 罗园 宁德等周边的大黄鱼养殖区提供大黄鱼苗 截至目前 福鼎全市已投放大黄鱼苗约3亿2000万位 预计3月中旬投放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